電影狂野主持,陳子芬 時代教主,喬布斯,Steve Jobs 首先千萬不要誤會 這部並非關於Steve Jobs的人物傳記片 而是以三幕劇形式 技術Steve Jobs三件不同產品的發佈會 分別是1984年的Macintosh 1988年的Nix Computer 以及1998年被視為蘋果的翻生之作 這個是iMac 但在電影中,發佈會的場口欠奉 即是後台一些花絮、點滴、爭拗 今次請來米高法斯賓達 飾演喬布斯 Seth Rogan飾演他的co-founder Steve Wozniak 而奇溫斯里飾演營業推廣 Joanna Hoffman 其實歷史上 這個Joanna Hoffman 對Steve Jobs的成功都很重要 不論是蘋果或之後的Nix Computer 都是充當喬布斯的左右手 在市場推廣上 更加成功將蘋果的產品 推廣至歐洲、亞洲 值得一提 出生於蘇聯時代的Joanna Hoffman 其實和電影世界都很有淵源 他父親正正是著名波蘭導演 Jersey Hoffman 他七四年執導的作品 Deluge 也是提名當時的奧斯加最佳外語片 金像編劇 Aaron Sorkin 也是今次這部電影的賣點 不論是電視劇 The West Wing 或者The Newsroom 甚至是以前的 A Few Good Men 或者是 奧斯卡得獎的社交網絡 So-So Network Aaron Sorkin 從來都是以寫對白 絕惡作為他的 trademark 尤其是他把Steve Jobs 和他的同事的針鋒相對對白 寫得非常一絕 亦都包括了他和前女友爭拗 關於究竟那個女兒 是不是屬於他的一些對白 同樣都是Aaron Sorkin 寫的劇本 同樣都是講成功出名的IT創業家 時代教主 喬布斯難免會有人 拿他和這個社交網絡作比較 兩部其實都可以說得上 不需要觀眾有什麼若干的IT knowledge 而可以融入到主角的來心世界 在這一方面 Aaron Sorkin 的編劇 可以覺得上是應極一功的 記得Social Network 裡面 有不少律師流 兩方面的爭論場面 而Steve Wozner 亦都不斷在戲裡面 向布斯 向他自己有份設計的產品 在Credit上 和他的團隊爭取的 但是社交網絡裡面 我覺得David Fincher 在影像上的比較 是有更多變化的 今次 時代教主 喬布斯的導演 就是舞台劇出身的 Danny Boyle 他的出名的作品 包括 Train Sporting Slum Dog Millionaire 大家都很熟悉 Steve Jobs 這部電影 也是由兩三個演員 由頭大到尾 據聞 導演每個細節 都用相片 兩個禮拜去排演 所以那個舞台劇 感覺非常強 難怪Michael Fassbender Kay Winsert 最終都得到 近來的金球獎 或者演員工會大獎的提名 但是今次我會覺得 Danny Boyle 玩回他在儲類作 即是二十年前 Shallow Grave裡面的那些伎倆 就是同一個地方 好像今次的The Theater 三個不同的時段 但是在兩小時 不斷地聽到人 疊疊不憂地吵架 其實觀眾在一個 很 claustrophobic的環境下 不多不少都會覺得很疲倦 這個可能我也都會相信 為什麼美國開話的時候 這部戲是叫好不叫座的主要原因 電影狂言 主持及讚稿 陳子斌